继续Focus 周末到了 今天要介绍的电影 是翻拍法国的经典社会喜剧 The Toy 它是讲述有一个富家子弟 他买了什么玩具呢 买了一个人 一个电源去当他的玩具 非常颠覆世俗 他在1976年 其实同样的故事上映 当时造成全法国轰动 现在很多人 法国人的儿时回忆 就是那部电影 电影也曾经在1982年 被翻拍成美国版本 所以今天呢 可以说是第三次翻拍了 艾菲尔铁塔下的两个世界 豪奢的华宅 对比老旧的社区 电影场景呢 也随着时代变迁升级 加深了呈现 贫富差距的大鸿沟 夏米在市场里热情叫卖 幽默口才 还吸引众人停下脚步 原以为能靠新奇的双嘴茶壶 大赚一笔 没想到 我都拿了 真的吗 是的 真的吗 好 来 隐藏全部 摊子被烧了 砸中金批货 到头来不仅一场空 还负债累累 走投无路的 萨米回到老旧社区 本想说谎带过 却被妻子一眼看穿 领居你一眼 我一语听在萨米耳里加倍刺耳 为了心爱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宝宝 萨米寻求就业服务占帮助 终于找到正职工作 来到百货公司 当夜班保全 萨米不改乐天好玩的性格 整个商场成了他的大型游乐场 但他不知道的是 有人正对着他目不转睛 虎视眈眈 百货集团小少爷 来自家卖场挑生日礼物 名牌精品看不上 竟挑中眼前的萨米 尽管经理说明 不能把人当物品买卖 但小少爷的要求 谁敢不从 把握能够将债务 一次还清的机会 萨米为此遮腰 被装箱成了大型礼物 来到少爷家中 电影玩具当家 翻拍1976年的 法国社会喜剧 有砍成独备影帝 有法国喜剧泰斗之声的 贾梅德布兹挑大梁 诠释被富豪 买回家玩的玩具 随着时代变迁 片中大部分场景 都跟着升级进化 也加深呈现 贫与负的鸿沟 像皇宫的豪宅里 什么都有 小少爷偏偏偏只对 萨米这个市井小民感兴趣 把萨米当成大型玩偶 耍得团团转 为了生计 能够买到真正的快乐吗 反映出社会残酷现实 什么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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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富豪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